女孩兴高采烈地跳起了脱衣屋 她拍打着自己的屁股 把肥厚的西装裤脱下来 露出了红色的小短裤 女孩顶着圆滚滚的小肚子 继续扭着屁股大放光彩 丝毫不顾及台下观众辣眼睛的感受 有的观众因女孩的可爱红糖大笑 有的却认为这样很低俗 负责人站出来呵斥女孩父亲 让她赶紧把女孩带下舞台离开 但是现场一片欢腾的气氛 伴奏的乐团不愿意停下音乐 撇开嘴笑的女孩还在抡手臂 在舞台上四处飞奔 像嚼了血脉一样根本停不下来 女孩父亲也不顾负责人的命令 她被女孩的热情与纯真所感染 开始不顾一切地放飞自我 和女孩一起跳起了脱衣屋 她在用这样的方式支持着女孩 刻板的条条框框在纯粹面前不知一体 人生不就是活几个瞬间 随着舞动的旋律越来越欢快 女孩的家人们纷纷跑上舞台 拉起手围成一个圈圈 快乐地跳起舞来 守护女孩内心的纯真 就在这时 一位观众也耐不住热情与感动 她从观众戏站了起来 摆出了热爱的手势 她看到的是一家人的爱 这场不同寻常的脱衣舞表演 不仅撕掉了低俗的标签 也让女孩登上 选美舞台表演的梦想成真 不过一家子也被赶下了舞台 他们被送到了派出所喝茶 而且作为惩罚 女孩不可以再参加选美比赛 但女孩已经实现了梦想 也有家人们作为强大的后盾 这点惩罚算不了什么 没有谁应该规定快乐的模样 在女孩还很小的时候 她就会端坐在电视机前面 一遍遍地观摩选美比赛的片段 定格后回放 反反复复乐此不疲 女孩渴望有一天 自己也能成为万众瞩目的选美冠军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但是女孩戴着厚重的眼睛 还有一个圆滚滚的小肚子 与主流的审美不沾边 但是好运会眷顾有梦想的人 女孩终于接到了选美比赛的来电 在得知自己将受邀参加决赛时 女孩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尖叫 女孩撒开腿就跑进屋里 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塞到包包里 妈妈看到女孩这样高兴 也不忍心拒绝带她去参加比赛 但是整个家庭的状况实在有些糟糕 首先妈妈自己就是个绝望主妇 她整天烟不离手 为一家子的繁星是操碎了心 爸爸则是一个成功学专家 夸夸气谈但一事无成 他砸给出版社的钱无法收回 但即将出版的书被卡住无法进展 不过即使面对台下寥寥无几的学员 爸爸也会认真且热情地演讲成功学 还有陈秘尼采无法自拔的哥哥 他决心考上飞行员 为此他九个月都不能开口说一句话 但没有人知道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 女孩还有一个智商超群搞学术的舅舅 但他只喜欢男人 最近他的对象和别人跑了 他的事业爱情两不顺 被痛苦折磨的舅舅决定自杀 幸好被救回来一命 至于年纪最大的爷爷也没有个正型 是个出口成脏的糟老头子 他不仅思想开放 作风大胆 而且沉迷于不该沉迷的东西 非常前卫且摇滚 总而言之 女孩的家庭成员乍一看都不太像话 大不像冬瓜 小不像葫芦 但就是这样神奇的一家人 踏上了陪女孩一起去选美比赛的路程 为了节省花费 他们没有坐飞机 而是选择开上面包车全家出行 一路颠簸着上路了 但是老人家的身子骨挨不住 没多久就开始抱怨 爷爷的脏话像机关枪一样发射 甚至开始和哥哥传授经验 幸好女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戴着耳机没有听到哨而不移的内容 到了休息的站点 一家人都下车来到了餐厅中 女孩当然想要一包口服 她想要点一个冰淇淋吃 但是爸爸阻止了女孩 因为要想在选美中取得好成绩 就应该保持好身材 少吃高热量的冰淇淋 女孩虽然嘴馋 但听到这话也忍住了 随后的倒霉的事情接二连三 在一家人准备重新上路时 爸爸发现车子坏了 但附近的汽车维修店也无计可施 于是一家人只能在烈日炎炎下 一起推着面包车上路 接着当舅舅下车买饮料时 他碰到了前任 但当看到舅舅要买的杂志时 前任眼中的光都暗淡了 因为火辣的杂志封面 让前任坚信舅舅是个异性恋 这样一来舅舅百口难辨 但那本杂志是爷爷要求他买的 舅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前任离开 和自己的情敌愉快地扬长而去 一家人终于有了落脚地休息 女孩在睡前却开始担心起来 因为她害怕自己不够漂亮会落选 看着女孩睁着担忧的大眼睛 爷爷耐心地安慰起了她 但女孩对自己没有了自信 她的眼泪有点止不住 称爷爷是哄着她玩的 但在爷爷的眼中 世上最美好的事物就是女孩 她夸赞女孩是个由内而外的小美女 听到这样的鼓励 女孩的情绪仍然没有好转 她不希望自己当失败者 但爷爷认为 失败者是没有勇气踏出第一步的人 很显然 女孩已经为了追求梦想努力付出了很多 这样刻苦且认真的女孩 怎么可能会是失败者呢 爷爷鼓励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样的人就是最苦的 爷爷还将女孩表情管理 张牙舞爪地做出夸张的表情 俗称解放天性 爷爷让女孩第二天好好玩 哪怕选美比赛近在眼前 也要将她当成一场游戏 但是这个桀骜不驯的爷爷 在第二天却没有再醒来 爷爷被送到了医院中 但还是葛上了白补 女孩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爷爷再也不能教她做鬼脸了 女孩难过地抱紧了妈妈 一家人都沉浸在沉重的氛围中 但是又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要解决 要将爷爷安置在哪里好 送往当地殡仪馆举办丧葬 就会耽误了时间 女孩也没办法暗示参加选美比赛了 但是爷爷生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到女孩登上选美舞台 情急之下 爸爸打算将爷爷送往比赛地点的殡仪馆 但这样就违反了相关规定 很有可能会被逮捕 所以一家人得偷偷将爷爷运输出医院 在一家人的掩护与行动下 爷爷成功被送回了面包车上 然而一家人刚回到车上 面包车的喇叭就坏掉了 一直想个不停 这下大事不妙 引来了人员追踪 无奈之下面包车又得停下来 等待人员检查 一家人都提心吊胆的 如果隔着白布的爷爷被发现 那么又得麻烦了 不过人员只搜查出了爷爷珍藏的杂志 看到这么大胆的爱好 人员也只是哈哈大笑就放过了一家人 于是他们又推着面包车上路了 在路上 女孩给哥哥做色盲的测试 但哥哥活了这么多年 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色盲 要知道哥哥的梦想是当飞行员 色盲是万万当不成飞行员的 得知这个消息的哥哥崩溃了 哥哥情绪失控地要求爸爸停车 于是面包车又被叫停 哥哥从面包车上疯了式地冲下来 哥哥忍无可忍 他的愤怒里不仅有对自己的懊悔 还有对原生家庭的不满 他受够了待在这个失败者的家庭中 哥哥不愿意载上面包车 女孩慢吞吞地吓坡 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哥哥身边 在女孩的安慰下 哥哥暴怒地心渐渐平静下来 他抱起圆滚滚的女孩 他就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希望 哥哥有什么理由拒绝前行呢 不过因为一路上磕磕绊绊 当女孩一家赶到比赛地点时 选美已经开始了 为了要求负责人给女孩一个机会 爸爸甚至跪了下来 没有人知道这一家人的颠簸与坎坷 都是为了护送女孩完成她的梦想 终于有负责人愿意通融 让女孩做好准备 妈妈陪着女孩走入化妆的后台 看到的却是与女孩截然不同的 张扬自信的其他选手 他们训练有素 台步走得很是规范 相比之下 女孩显得过于青涩稚嫩 没有了气场 第一环节结束后 女孩来到后台照镜子 看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 女孩回想起爷爷交给自己的舞步 他一定要大大方方地上台表演出来 哪怕竞争对手如此内卷 女孩也要做他想做的 不论输赢 最终他登上了梦寐以求的舞台 献上了一场与众不同的脱衣舞秀 就像哥哥和舅舅在闲聊中所谈的那样 的确如此 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 进入社会后找工作 再步入相亲结婚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像用世俗标准矿定的选美比赛 如果拿不到好的名词 难免会有人心烦焦虑 因为没有人想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是回首人生中的挣扎与痛苦 舅舅却颇有感慨 他认为痛苦的日子才是最好的日子 人生何求 如果能有这么一番豁然开朗 也不往过去的坎坷